一不容行 十八零后比较熟悉的香港艺人温兆伦 当年成名作 一个二十五岁几乎所有的青年也许到 那三十五岁依旧是一事无成 但是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还真的是真理 背负着为母亲洗血冤屈使命的哥哥 和母亲十月怀胎都在监狱里的弟弟 这心慈悲胜负性格的哥哥 自私阴险六亲不认的弟弟父亲跳楼自杀 兄弟被云里收养 是若亲生在二十五岁生日那天 连失出租和兼职两份业 更还为了弟弟的过失商人顶罪入狱 只因为母亲临终前那句弟弟还小 照顾好他 弟弟从香港大学毕业并且拿下律师牌 为了自己的前途 他心甘情愿投奔当年陷害自己母亲的女士 做人家的女婿还杀了自己前女 云一对他有养育之恩 他还是杀了人家他哥丁有剑 发现他在一家人犯底下毒 害死了了自己侄子 温兆伦饰演的坏蛋是又帅又坏 而且是坏后了 让人恨得牙根而痒痒 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阿康说的 一定要知错就改 不要等到一切都太晚说到剧中的爱情 其实女子大多会为他爱的人付出一切 也会期待那个男人全心全意只爱他一个 原以为看透了男人的本性 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涵养 就可以大度的包容他的花心可刀投来 却受不了 宁愿永远都不曾认识这个人 储君单纯 大度 对人宽容 不拘小节 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变故后 他变得懂事 成熟 独立 他开始学会依靠自己 不再依靠家里 不再依靠任何人拉建何储君的十年之约 不要对一个女人说一辈子 因为他会相信2002年 黄之华会客串圈内好友的电影 但是他还是放弃了个巨异哥的宝座 回归家庭 09年黄之华选择付出 那时候口碑太差 又退出了荧幕一不容行 罢红后温兆伦又接了几部剧 但是感情上频频出现状况 又是离婚官司 又是绯闻女友 在2011年结婚 如今的54岁的温兆伦 有个女儿还是各大老板 刘嘉玲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和梁朝伟结婚后变过着幸福生活 也是娱乐圈的老人物 而且还在拍戏 也时不时出现在综艺节目 终如今 已经52岁的周海妹 无儿无女 也没有生过孩子 却收养了很多棋婴周海妹曾说 结婚生子 看来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经的过程 这也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陈柏强八九年的时候就透露过 自己要在三年后退出乐坛 1992年初 他举行了告别演唱会 1992年中旬 陈柏强已久送福安眠药 时隔一年 他永远离开了人事有的网友说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我们耗烦了这一生就真的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了吗 正如一生何求的歌词一样一生何求 冥王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示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 多广告一生何求